今天早上起来老婆肚子突然很痛 然后就先没想那么多 我就想要直接去医院这样子 很快速的就我就看到小孩子 然后爸爸也很平安 安迪儿马斯23当爸超激动 你孙子来了保佑一下 我就看了一下时间 我发现哇我可以赶得过来 8月27号早上大太阳中午暴雨 歌手马斯23心情也是一场龙卷风 原定当天签名会 早上老婆却剖腹缠子 他硬是手刀赶场讲话几乎要哭出来 就是早上就看到 就是太阳很大 然后很多人站在太阳 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 没哭啊 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哭出来了 太多情绪 然后一次涌上来 然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也让我想到了 回想到我爸妈 然后各种对很复杂 这首歌叫做希望你回来 Goodbye Trash乐团主唱本名林志荣 绰号阿叶 一名马斯23 他是已故艺人安迪的宝贝儿子 今天多了为人父的身份 也有想到安迪 我有叫他 我有叫他说 你生子出来了 这样帮我看顾他 照顾一下这样 保佑一下这样 马斯23和老婆本安排29号去生 儿子却强碰老爸27号签名惠问是 不但来得突然 剖腹过程也超快的呢 哇快到 因为我没有看时间 但我估计可能 就是十分钟 十分钟 十分钟十五分钟 对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我看这 哇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 这样 抱他的时候一直喊他 对 我的儿子用一些很奇怪的语言 外星语言 音音啊啊这样子 他蛮活泼的 他就是一直这样动来动去 然后嘴巴 鼻子很有戏这样 虽然第一天当爸 但他已经欲见一爆 儿子会给他什么难题啊 因为我也是处女座啊 所以我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我知道我要来上什么课 因为处女座通常比较难搞一点啊 你的意思是父子都难搞是吧 来看看难搞的范例 有哭也不想跟你们讲 对 他就是有哭 很崩溃 我们三立娱乐新闻报导